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 室内养一种多肉 只要按照这四种方法去养护 越养越美丽 大概两年就能够快速木具化成老庄的了 其实它就是黑法师 都有黑法师 第一个首先说一下配图了 如果栽种的话 室内栽种的话 咱们首先说一下配图 配图的话 不管是自己配 还是买一些都有的土养 一定要注意 输松透气白水好的一些资料是比较好的 也可以自己配置 比如说有一个花友是这样问到的 他用五层的颗粒土 加上一些圆土 再加上一些年龄炭土 还有核砂 加一点点的粗纤维养分 来养这个黑法师 其实这种配比法是可行的 这样就能够很好的让它生长了 这样栽种的话 它是比较的容易复盘生长的 第二个就是黑法师的浇水了 特别是春天或者是夏天 我们一定要掌控浇水的量 那么怎样浇水呢 一般的话就是以少为主 浇水的同时 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温暖向阳的地方 不能够浇水太多 因为这种植物就是黑法师 平时浇水的话 一定要适量就可以了 不要太过潮湿 太过潮湿的话 它是很难生长的 第二个就是这些叶片 如果发现一些干枯的叶片 一定要继续掰掉 继续掰掉的原因 就是避免它掉到花盆里 滋生一些病菌在里面 一旦滋生病菌在里面 这时候 你也得给它做一个防菌的措施了 就是这种干枯的叶片 一定要继续给它掰掉去除 就是把它扔到其他的地方就可以了 第四 在黑法师还是小苗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小花盆栽种 如果发现它慢慢的生长慢慢的生长 一头变多头了 这时候呢 选对适量的时间段 给它做一个换盘处理了 更换一个大花盆栽种 让它的根更好的生长 生长就可以了 不要把它挤在一个小花盆里栽种 挤在小花盆里栽种的话 它很难长出多头 很难木具化成老妆的 在使用花盆的同时 最要是挑选一些比较厚实的花盆是比较好的 不要使用一些软塌塌的花盆给它栽种 这样的话 它是很容易出现一个风化的现象的 最后补充一个胃肥 胃肥的话 最要是使用一些家庭装的 微生物颗粒有脂肥 40天给它用一次就可以了 在给它胃肥的同时 最要是在里面添加一些多用型的水溶肥 就是这种多用型的水溶营养液 给它按照比例 对水浇灌就可以了 5克兑上400毫升的精水 直接给它浇透就可以了 浇透之后呢 把它放到一个晚进通风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个盘呢 一定要给它用一些东西垫起来 避免它积水而难干 这样就大大的充足养分在里面呢 就是版图里面让它吸收 就能够让它快速的成老张木质化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技巧对于大家有帮助 好了 下期再见